美国大选倒数五天 两党能是积极催票 民调持续拉锯中 川普搭垃圾车 造势反击 贺锦丽说她强烈反对对人们投票意向的批评 请看我们前线记者的报道 好的 主播 记者目前所在的是威斯康新州 前总统川普在周三的集会上以一身清洁工的服装亮相 一开场就回应了拜登总统对其支持者的批评 表示他的支持者们并不是垃圾 总统拜登日前在为贺锦丽拉票时 言语间说川普的支持者们是垃圾引来舆论反弹 拜登 白宫和贺锦丽的团队都马上分别澄清 说拜登是指川普集会上发言者的不当言论是垃圾 而不是指支持川普的美国人 然而川普的团队正借此造势 川普周三降落后直接上了一辆团队准备好的垃圾车 川普穿着橙色背心与记者们对谈 目前两位候选人们都在努力展示自己能够把美国人团结起来 川普说自己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 带入了各行各业各个族裔的美国人 而贺锦丽则表示如果当选总统 他将会代表所有美国人 随着美国大选只剩下最后不到一周的时间 川普和贺锦丽都会在一天之内前往多个州 紧挪秘鼓做最后冲刺 新台湾电视台记者陶无明 美国威斯康星州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